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糖高老师,再度感谢你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继续,我们的主题就是通用性接口的组合应用, 也就是拿Android平台以及IJT平台以及其他的可能的平台上面已经既有的通用性接口来做一个联合的应用来提供我们多机整合多频互动这种复杂系统的架构。 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架构呢,其实是蛮简单的,而且呢,可以创造出很多很多神奇的效果。 那在这个应用范例当中,我们已经介绍过这一个三个我们在这个范例所会用到的通用性接口, 一个就是Servorate,一个叫做Contact,一个是iBind的接口。 那么我们在上个小回合呢,也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应用,一个组合呢, 我们说明了,在iPhone手机端我们采用的是浏览器。 那浏览器呢,就会来跟我们的这个通用性的接口,就是Servorate来做对接。 那这个通用性的接口是用IJT框架来提供的。 那我们基于这一个通用性的接口,再来写这个T,因为所谓通用性的接口, 其实提供的就是E and I,所以我们写T,那写这个T呢, 我们就会再来跟这个Android的这个Contact跟iMind的接口来做对接。 那我们在上个小回合当中,已经看过了这一个MyServorate的这个代码, 也看到了它使用的Contact的接口来启动,来绑定这个Android的Service。 那么也透过Service呢,绑定Service来取得跨进程的iMind的接口。 因此呢,就透过iMind的接口呢,再来跟这个Android的其他的APP来做对接。 再透过APP来控制、驱动、控制硬件。 最终极的目标就是控制了墙壁上的开关,来打开这个会议厅的主灯以及电视墙。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说明在Android这一边的这个Contact跟iMind的接口, 那么怎么来跟Servorate来做对接。 来做对接。 好,现在我们就进入我们的主题咯。 我们的主题是Android的Contact的这个接口。 Android的Contact的接口,那么来跟这个Servorate的对接。 好,在上一节的这个Servorate的代码里头呢, 我们看到了我们使用的Android的Contact。 这一个,这是这个类的名字。 类的名字,这是Contact的这个接口。 那么取得了这个Contact的接口之后, 就可以透过这个Contact接口呢, 来调用这个Contact接口里头的Start的Servorate。 把这一个服务启动。 启动了之后呢,再来也是一样, 透过这个Contact里头的BindServorate来绑定这个服务。 把绑定服务的时候呢, 那么它就会把这个IV接口传回来。 把IV接口传回来。 传回来的时候, 它就送到这个位置来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MyPlexi把这个IV接口把它包起来。 之后呢, 就可以透过IV接口来调用Android的这个Bind的其他的服务。 也就是可以透过I-My的接口来跟其他的AP像Activity等等来做这一个沟通。 再来透过这个Activity等等的来控制驱动以及控制这个Bind。 所以我们在上个回合当中, 我们的Servorate的部分也已经把这个Contact写进去代码里头。 那My的Service等等都是Contact里头的函数。 那么也把I-My的接口写进去Servorate里头了。 那现在就要来看我们的APP这一边怎么来跟它对接咯。 怎么来跟它对接咯。 所以呢, 我们就来使用Android框架里头的两个通用性接口来跟这个IJT的对接。 在我们上一个回合呢, 我们是浏览器是已知的。 这边是已知的。 所以我们拿这个IJT的通用性接口来跟它对接。 来跟它对接。 同样的, 现在Servorate呢, 它已经写完了。 而且, 它要跟我们这边APP来沟通。 所以呢, 我们现在轮到APP这一边了。 我们要提供这个通用性的接口给它来使用。 在这里提供了Servorate的通用性接口给浏览器用。 同样的, 在这里我们要提供Contact跟Buy的I-My的这个两个接口给它来使用。 它首先呢, 它要利用这个Contact的接口来启动Service。 再来还是利用这个Buy的Contact的接口来Buy的Service之后, Buy的Service会回传这个I-V接口, 再来通过I-V接口来控制这一个来跟APP的Activity沟通。 再来控制启动, 再来控制这个B灯。 它的过程是这样子的。 那么在本地的这个Android的框架, 就本来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通用性接口。 好, 这次我们在上一个回合当中已经特别说明了, 这就是在Android的APP里头呢, 也就是Android的框架, 本身就提供了这个Contact的接口。 Contact的接口呢, 它是一个通用性的接口, 它的形式长得是这个样子, 这个我们说明过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再来把这个Mind加进来, 这就是刚刚看到的在Android的框架, 已经提供了这一项的通用性接口, 同样的Android也提供了这个通用性的接口, 这一个就是iMind的通用性接口, 也提供了Contact的通用性接口。 OK。 好, 那这个Contact的通用性接口呢, 是在Android里头最具有权威, 最具有权力的地位的接口。 只要你能够取得这个Contact的接口呢, 你就可以来启动Android的画面, 也就是启动某一支AP的画面。 所以它是相当有地位的。 那这个是我们介绍过的, 只是这里再帮你做个复习, 因为现在轮到它出现咯, 它是变成在我们这个小回合里头的主角, 所以帮你再做个更详细的说明。 那么这是一个接口, 底头呢, 含有很多很多的抽象函数。 那这个抽象函数呢, 是由Contact的implement来实现它的代码, 这个实现代码都写在这里。 那么这边虽然也要来实现这个抽象函数, 但是这里不写代码, 直接扣过来就可以了, 直接扣过来就可以了。 这边也是一样, 直接扣过来。 这边也是一样, 直接扣过来就行了。 这叫做Delegation, 叫做委托。 OK, 叫做委托。 所以在这个Contact里头呢, 含有很多既有非常权威性的函数, 可以让你来好好的来使用。 那这就是Android已经提供的Contact的接口。 那我们是拿它来提供给这个ServerDate, 来做对接的一个通用性接口。 通用性接口。 OK。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刚刚这个例子到底内部怎么实现的, 那也给你看一下, 这个因为我们终究还是希望你可以自己设计你自己的通用性接口。 所以呢, 这个Contact的, 这个特殊的一种变化的形式, 刚好也是你可以学习的一个标的, 一个目标。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内部的一个结构。 所以除了Start Activity的函数之外, 还有一大堆的重要的重量级的函数, 就Start Service, Bind Service等等的, 都是Android平台上面非常常用的函数咯。 那么在Android里头呢, 它的判断是什么? 我们现在来看的是Contact Raper, Attend Contact, 现在讲的是这个位置, Contact Raper, Attend Contact, 在讲这个关系, 这个是Attend的关系, 有没有? Contact Raper, 然后Attend Contact, 在这里, Contact Raper, Attend Contact, 那么里头呢, 含有一个Contact的一个Mbase呢, 就是指的, 它是有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呢, 在这里, 它会指向它, 就是在表现这个黑色的菱形, 就是它里头呢, 它会有一个它的对象, 有一个它的对象, OK? 所以, 就叫做, 这个Mbase, 就就是指向的那一个, 这一个被委托的对象, 所以呢, 当它, 这Raper的Contact Raper呢, 在这里, 当它扣Start Activity的时候, 因为这是空的, 所以它会扣过来, 扣到Start Activity的时候, 它要把它扣到这里来, 现在就是在讲这个位置, 你看, Contact Raper呢, 被调用Start Activity的时候, 它就把它转到Mbase的Start Activity去了, 有没有, 它就委托Mbase的Start Activity, 就去执行它的实线代码, 所以, 它就不用写实线代码了, 一样的Start Service被调用咯, 它就转给它, 有没有, 它就转而调用Mbase的Start Service, 就在这里, 当它被调用Start Service的时候, 它就转而调用它的Start Service, 去执行它的实线代码, 它就不用写实线代码咯, 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是在讲, 这一个Mbase呢, 它只是一个指针, 指向这一个的对象, 指向这个的对象, 所以, 也就是Contact Raper, 都会含有一个这个的对象的指针, 这个时候, 就可以透过Mbase呢, 来调用这里头的实线代码, 就是这样子, 它被调用Start Activity, 它就转而调用这个Mbase的Start Activity, 那这个动作, 称为叫做Delegation, 叫Delegation, 那么真正的实线代码, 就是写在Contact的Implementation, 这样的一个类里头, 那这个也是Ettend的Contact, 那么在这里, 现在实在表示的是, 这个Contact的Implement, 它是Ettend的这一个, 所以呢, 是在表现这个的关系, OK, 就Contact的Implement, 去Ettend的Contact, OK, 所以Contact的Implement, 去Ettend的Contact, 然后, Start Activity, 这里就写的完整的实线代码, Start Activity, 都是属于这一个完整的实线代码, OK, 然后Start Service, 也是写的完整的实线代码, 完整的实线代码, OK, 那这是两个不一样的, Start Activity, 这提供两种方法, 一个是只有这样的一个参数, 一个是两个参数的, 的一个, 就叫做Polymorphism, OK, 叫做这个DOTI, OK, 那Start Service呢, 也是有这个Start Service在调用, Start Service as User, 那这个实线代码就写在这里, 所以呢, 所有的实线代码, 这个Contact的接口, 的实线代码, 都写在, 这一个Contact的Implement里头了, OK, 那就是给你, 详细看到了, 这一个, 在Android里头, 针对这个Contact的通用性接口的内部的一个结构, 让你可以这机会, 也可以了解一下, 这一个, 通用性接口的一种变形, 那么它的内部的一个代码的写法, 代码的写法, 那么现在, 我们就来写MyService跟MyBind,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我们应用的, 它的通用性接口, 通用性接口, 就是只有E跟I, 那么T, 要由我们来补起来, 要由我们来补起来, 那么, 一样的, 我们用的IMy的接口, 那么我们也要补上了, 这个T,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现在的重点是要写什么, 写这里, 写这个, 我们要来提供这一个Service, 因为, 这个它有StarService之后, 会来调用Service的一些函数, 它会来调用它, OK, 所以呢, 我们要写这个T, 这里呢, 我们要写这个T, 这里要写这个T, 所以我们现在要写这两个, 这样才能够让这个Service来调用, OK,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写Service咯, 那这个Service是Utend的Service, 这就是刚刚所看到这个位置咯, 现在在谈的, 就是, 这个位置咯, 就是MyService, 要Utend的Service, 等一下会看到, Bye Bye的Utend的My的, OK, 就是我们现在在写这两段, 把它补起来, 那补起来之后, 它就通了, 这个Contact的, 这个ServerLator就通过Contact的灯, IbJ口就来, 我们调用我们的Bye Bye的咯, 现在MyService, MyService, Utend的Service, 好, 那就会去实现OnCreate, 这是定义在Service上面的, 这个因为本身这个是一个EIT, 这是E, 好, 然后这个, 就是I, 这是I, 这个是T, 所以呢, 我们要去, T要去实现, E里头的抽象函数, 就OnCreate, 这个时候, 去拥有一个买卖的对象, 之后, 在绑定的时候呢, 再把买卖的的这个, 这个把它传回来, 那记得买卖的是IbJ口, 有没有, 是IbJ口, 所以它是透过这一个contact的接口, 来调用到MyService, 然后再透过调用MyService的OnCreate跟OnMind, 来取得IbJ口, MyService的接口, 所以呢, 这个IbJ口呢, 它就会来调用, 先透过contact来调用, 我们再回到这里, 就是在这个ServerLate呢, ServerLate呢, 先透过contact的接口, 来调用Stars的Service, 那调用Stars的Service的时候, 它就会来调用Service的OnCreate, 就会来调用到这里的OnCreate, 以及My的Service, 所以ServerLate是透过contact来跟这个MyService沟通, 再来MyService才帮它NameMyMind的对象, 再把MyMind的IbJ口, Imind的接口, 传回来给ServerLate, ServerLate就可以透过Imind的接口, 来调用到这里头的代码, 然后这里头的代码就可以调用这一个其他的APP了, 所以它的动作是这样子, 我再说明一遍, 就是ServerLate呢, 透过contact的接口, 来Stars的Service, Stars的Service的时候, 它就会来调用Service里头的OnCreate, OnBind, 所以那这个OnCreate, OnBind是Service的抽象函数, 因此呢,被实现在这里, 所以就等于调用到MyService的这个代码, 在MyService的代码, 再来Name, Name这个对象, 再来把这个对象的Imind的接口, 再把它传回来给它, 它就可以透过这个Imind的接口, 再来调用到它, 然后再来调用到Android的其他的APP, 所以它的整个过程是这样子的, OK, 那我们现在来看代码的实现, 所以呢, 这里是ServerLate的透过, 这一个contact的接口, 来调用, 来启动, 来绑定MyService, 在启动的时候, 它就会来调用OnCreate, 这个时候, 去Name一个MyMind的对象, 当它去绑定这个Service的时候, 就会来调用OnBind, 所以就会把这个对象的指针传回来, 传回给谁呢? 传回给ServerLate, 所以ServerLate就可以透过这个Imind的接口, 来调用这一个OnTransect, 这一个函数, 所以我们T, 这就是我们的MyMind的, 就是我们的T, 这个就是通用性接口的, 这个E, 然后这个就是, 这个I, 好, 我们现在讲的位置是在这个地方, 好, 现在讲的位置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它透过Ib接口进来调用到Transect, Transect就调用到OnTransect, OnTransect再调用到这里, 所以它就调用到MyMind的OnTransect, 所以我们现在就在实现这个OnTransect的在这里, 我们现在就在实现这个MyMind的OnTransect的里头的代码, 那在这里头呢, 我们采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送这一个广播型的信息给其他的Activity, 就送给这个Activity, 让它来把灯打开, 或者是把灯关闭, 当然这个还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来实现, 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现在的重点, 我们现在重点是在说明, 透过Ib接口, 那么这个ServerLate呢, 透过Ib的接口来调用我们的T里头的这个实现的代码, 那这个实现代码就在这里, 实现代码在这里, OK, 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两个重要的Android的这一个通用性接口来衔接这一个IgT的ServerLate, OK, 那这一个我们再来收明一下, 那这个By的呢, 这是一个通用性的接口, 这个接口呢, 这个是对Kly的接口, 这个是对T的接口, 那两个接口, 然后呢, 它是从, 这一个就是这边的接口的函数, 所以它扣它, 它会扣它, 它在这边扣, 所以刚刚你看到我们的在实现, On Transact就是在实现这里, 这里, On Transact就是, 就是这一段, 在实现这个这一段, OK, 那这是一个通用性的, 典型的一个通用性的接口, 但是, 里头还有一点点变化, 比如说, 多了一个这个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东西到底做什么用途, 哦, 原来, 就是, 当这一个, 如果跨境层的时候, 这个Kly, 如果这边是跨境层的话, 如果这边跟这边是两个不同进程的时候, 其实它没有直接扣它, 这是没有直接扣它的, 其实它是从这边过来的, 所以是从西加加层呢, 往上调用, 调用到这个, Execute Transact, 再来扣它, 再来下来, OK, 那这样的也有用意, 是要让底层的西加加层呢, 反过来, 可以调用加挖层的, 这个是我们在过去的这一个几个单元, 这前面这个课程的前面, 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在说明, 怎么透过这样来, 从西来控制加挖层的框架的一个运作, 所以这里头只是提供给你了解说, 同样一个通用性的接口, 它的基本形式是这一个扣它, 其实呢, 我们还可以做小小的变化, 可以再让它变成了两个入口, 也就是这个I可有两个, 等于是这边还有一个, 是给西加加进来扣的I, 有没有, 等于是这边, 这边是给加挖用的I好了, 的一个通用性的接口, 这边是给西加加的一个通用性的接口, OK, 然后两个通用性的接口, 会对到同一个这一个对server的接口, 那这就是一种变化咯, 所以逐渐的你对于通用性的接口, 就会有更多的一个变化的能力, 所以我这边只是帮你说明, 这个除了会用这个Android的既有的IP接口之外, 我们还要了解它的很多变化, 我们要学习更多的这个设计通用性接口的技巧, 那刚好从这个例子当中, 你就可以学习到更多的这个通用性接口的一个设计的形式, 以及它的想法, 以及它的用意, 我想你会在从这个例子当中可以体会到很多很多这个通用性接口的一种设计, 不只只是整合应用而已, 所以虽然这是一个简单的通用性接口的设计模式, 但是很有丰富的一种变化, 例如呢, 我们再看到Contact这个通用性接口就有一点点变化咯, 再看到I-My的接口其实也有一点点变化, 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的通用性设计的接口呢, 会更为的丰富, OK, 那越是这个有效的架构师, 他越能够用到的这个淋漓尽致, 甚至自己会去一样化葫芦, 会去无中生有, 会去做无限多种的变化, OK, 那这一种的变化就是让西跟西加加城呢, 成为掌控者, 由他来调用他们来控制这个加把城, 这是西加加城, 那这一个因此我们会了解到这一个设计, I-My的接口的设计呢, 来保护的这个的控制逻辑, 那这有些人是不容易体会, 但是在这个课程前面的很多单元, 已经花了很多时间, 说明了怎么透过I-My的接口, 来这一个让西加加取得控制的一个权利, 那么虽然很多人来你体会, 但是只要你听过我这个课程, 你就会觉得, I-So easy咯, OK, 好, 谢谢, 先休息一下咯, 。